Zither Harp 梦里海底发着光 呼吸海里的阴阳 藏好人鱼的翅膀 陪着你在海里游荡 没你陪伴的晚上 对着雨淋湿愿望 能不能把你留下 在这片美丽的 有我的海洋 风泛起海浪 人鱼在流浪 爱情的海洋 我们似一生找 热闹还探想 看雨落月光 为我们照亮 彼此温暖熟透 像散尘日光 碰在手心上 有太多愿望 都还连不及家 不如就这样 陪着你熬翔 在浩瀚的海洋 有你在的地方 我是鱼收 我来自开普勒特 纳特勒斯渔星球 在地球上 我唯一的乐趣 就是每天来听一个人类女孩唱歌 别躲了 早就看见你了 你每天都来 是喜欢吉他吗 那我可以教你啊 等你等到花都开完 我清清楚楚 看见他长了尾巴 他一定就是那个妖怪 怎么事 把他抓起来 对 把那个妖怪抓起来 送到公安局去 别跑 站住 抓住他 你们干什么 不用你管 快 把他抓起来 救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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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不要碰我 能量金 哦 对 能量金 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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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儿 星儿 星儿 怎么了 真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星儿 快 先抱走他 快把他抱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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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学会了人类的语言 还学会了跟海里的人交流 跟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我一直留在这里 希望能见到当年那个救过我的小女孩 但她再也没有出现过 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神儿 那是居老历 神儿 像你神儿 ego 药 一眼 蜘蛾 爱 Ä 一再一再 我到家了 这就你输了 余生 你耍赖 改天再比 我想陪着你 靠在沙滩 撑散的躺衣 盼的回忆 少来紫色 珊瑚的文具 你为何那么美丽 害我傻傻 愣在原地 愈看你 安希儿 你好 我是灵芝 你爸爸请来的家教 出来吧 不要卧在房间里 今天阳光很好 我带你到阳光下 叫我 有 Secret 宝贝 不会 你就闭 情感推进缓慢 情节平淡常规 很难满足观众 对美好爱情的幻想 总是说男女主角不够甜 你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当编剧啊 没关系 我帮你改 到你等到空气新闪了 想念你 炙热的内心你 问红实的雨季 这是我第一次对雪人 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雪 还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之前你没想过出来看看吗 除了这里 还有更远的地方 高山和大海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 在面对自然的时候 我们才会感觉到人类的渺小 所谓的烦恼 其实都不值一提 明智哥 谢谢你 以后我想陪着你 去更多的地方 温柔的相依你 唱我爱的歌曲 你 没关系 我会等到你愿意跟我 坦诚相见的那一天 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 我们之间的这层面纱 由我来揭开 对不起 我想如果我是你的话 反应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这就是真实的我 这就是真实的我 我知道 由我来揭开这层面纱 你会后悔的 不过 我不想有遗憾 你比世界上任何人都美 以后 我都想成为你 甜蜜故事的灵感 丽仪主人 安江南 南四十九岁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二日生 汉族 海城世人 我将江南影视 交予女儿安心儿 及未婚夫灵智 安江南股份 由安心儿继承百分之七十 另外百分之三十赠予灵智 因安心儿身体原因 无法参与公司管理工作 所以 公司事宜 由灵智全权接受 灵智许与安心儿结婚 一辈子照顾安心儿 如有背叛 须交还一切资产 敬身出户 利益主人 安江南 资产 安心儿 幸儿 我想好了 这份股权书我不能签字 为什么呀 我不想让别人觉得 我是为了江兰影视的股权才娶你 所以我打算辞职了 为什么还要辞职啊 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依靠女人 我打算出去 白首起家 等到我有足够的资本 再回来娶你 是不是有人说什么了 你别想太多 给我点时间 是那几个好事的股东对吧 那 如果 我把我所有的股份全部转账给你呢 而且我不要跟你结婚 这样就没有人会说 你是为了股份娶我了 这好 江兰影视的股份 已经全部转到凌智手里了 他和匠总的太太又是发小 这两家强强联手 咱们还是早做准备吧 辛苦 Archont 孙总 尚太太辛苦了啊 尚太太 尚太太 各位自便 好 谢谢 玩得开心啊 好 尚太太 你就是安心儿吧 你好 我是演员夏拉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我带你去找灵芝吧 嗯 呼叫雨嬌 呼叫雨嬌 这里五一一 收到请回复 呼叫雨嬌 呼叫雨嬌 这里五一一 收到请回复 救命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 救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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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她 她怎么会掉进海里 呼吸和心跳都停止了 只有能量精能救她 可是 那样一来 她就会失去一部分记忆 算了 救人要紧 救人要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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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正在跟他说话 他突然翻过栏杆就跳下去了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好 你说安兴儿他是跳海自杀 那是否还有其他的目击者 能够证明 警察同志 他现在情绪有些激动 还是我来说吧 好 我叫灵芝 是 是安兴儿的未婚夫 他对自己的外表一直比较自卑 性格内向 没什么朋友 这是他第一次来公共场合 可能受了些刺激 那 据你所知 他与船上的人有过纠纷吗 没有 那么他之前 有流露出过自杀的形象吗 有 你拥有偶尖民吗 你拥有 这iden 你是谁啊 我 这是哪儿啊 我叫余生 这是我家 那我为什么会在你家呢 你落水了 我把琪琪要吃了你 是我救了你 你救我 我 我好好的 怎么会落水呢 你现在想不起来也正常 因为我把能量金给了你 会消除你今天的记忆 我 我怎么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 也对啊 我救你的时候 你已经昏倒神志不清了 你应该是想不起来了 消除记忆 这骗子真是张口就来 不行 我得赶紧回去找灵芝吧 我好像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你救了我 没错 谢谢你救我 没事 没事 你人真好 我家里人现在已经特别担心我 所以我得回去了 我下次一定感谢你救了我 谢谢啊 谢谢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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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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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 你刚接受能量金 你现在还不太稳定 多休息就好了 你在说什么呀 什么能量金啊 能量金就是 你看啊 这个就是能量金 不过也分很多种 这个呢也属于信号器 还有你 还有你这个 我不仅救了你的命 还治好了你的鱼鳞病 那 所以我没有在做梦 你也不是神经病 你 我当然不是什么神经病 那你是外星人吗 没错 我是来自开普勒特 纳特勒斯余星球的贵族 编号511 我之所以在这个蓝色星球上 是为了等母苏过来救援我 是 那我们现在这是在飞船上吗 谢谢你救我 还治好我的病 我要怎么感谢你啊 你不用感谢我 这都是能量金的功劳 那 离开了能量金的话 你要怎么办 我跟你们蓝色星球上的人 类倒也不一样了 我有超能力的 只要在一百天之内 把能量金还给我 我就没事 那你放心 一百天之内 我肯定会还给你的 嗯 但是你不能离开我的事情 可是我必须得回去 为什么 轻轻 奶奶 我来看你了 出去 奶奶 你是不是因为欣然的事情在怪我 没有照顾好的是我不好 我让你出去 好 我会出去 不过在出去之前 我咨询你一件事 你帮我看看这个设计得怎么样 手里设计得还不错 奶奶啊 这些年来我知道你怎么看过我的 没想到吧 先把所有的股份都串上给我吧 她这么做是对的 你信我 你 你 其实今天找大家来 大家不用紧张 安家发生这么大的事 最难过的人 肯定是我 但是为了公司 我不可以再继续背上下去 又鸣啊 说正事 我手上这些资料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各部门的季度报表 又鸣资历尚浅 多多少少呢有一些地方 还是看不大明白 还希望各位 你们能够多多指证 多多解释一下 接下来要和易畅响合并 也是时候清理一下这些烂账了 这是过几天的股东大会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各位都很清楚 咱们的新公司啊 叫做心意畅响影视 至于说陈年旧正 那不是林总 一句话的事吗 好 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也直说 安江南是我的兄弟 我不能眼睁睁看 我兄弟的心血 被你这个狼子野心的家伙吞了 还跟你们同流合污 有骨气 还有要走的吗 你说的那个什么男朋友 就是那只只会狗袍的黑衣男 他要知道你这么说他 他非气死不渴 他不是什么好人 你又不认识他 你落水的时候 他救了别人 没救你 你肯定看错了 好了 我该回去了 我发誓 我一定会回来还你能量精的 其实呢 我也不是非让你留下来的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 我的耳朵能听见 很远之外的声音 你现在有能量精 你也能听到 我为什么需要听见呢 这样你就知道 刚才我没有骗你 其实呢 人类的世界是很复杂的 如果他们知道 你是外星人 这我知道 他们会把我当作怪物 不过呢 我每次看到岸上的人们 那么高兴 那么开心 身边有家人有朋友 就特别地羡慕 因为这山海里边 就只有我自己 你可以做你朋友啊 真的 我还换衣服先回去了 现在外边下雨了 要不然 改天再说呗 我一个也不能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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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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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